就说女孩子的 所以女孩子要特别注意 只要是事业不顺 生意不顺 不是祸害 事业 找不到工作都是祸害 祸害在搞你 所以你只要知道祸害就好了 当然今天是谈到离命 下一次八个命全部都谈了之后 你们就知道祸害是什么样的了 越谈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这边最难的一个地方就是 我讲离命的祸害 等到我讲 更命的祸害 我讲全命的祸害的时候 你们就全部都懂了 所以这本 古书是很好学的 这个 南命先天 先天法 祸害为阴土 每次我们都有这样说 阴土 阴土 阴土是所有祸害 所有男人 的五行 的阴阳 慢慢你们就会越来越清楚 离命 祸害在东北 东北五行属土 土神不透 什么叫土神不透 祸害可减免 土神不透 祸害 祸害就可以减免 所以如何减免 或者消除祸害心 怎么减免 怎么消除 土神不透 就可以消灭 透的意思呢 就是在 这个要记住 这边是天干 这边是地支 天干 地支 不透 不出来 这边 没有看到 这边有土吗 有 这里有没有没有 那它不透 没有透出来 没有透出来 那么可以减免 可以减 减少 或者是避免 减免 土神无根 土神无根 或是 中族会消除 会慢慢的消除 但是要消除啊 消除啊 要无根 无根才能消除 它没有建立到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 这个如果说是土的话 这是土的话 土的下面 没有根的话呢 它可以消除 但是刚才说了 如果是土太多的话呢 那就是得事 那个祸害心就得事了 这里呢 有一点 大家注意看 现在啊 离命 木为笔 兼 结财 离命啊 的木啊 是笔兼 结财 看到吗 这个 就是离命 他是木 木是他的笔兼 是这样看 首先你要知道 你自己是五行属什么的 要看这边 你们那边是写着 命主 命主是一样的 我是属木的 所以木就是笔兼 笔兼 结财 就是在这里 你们的八字里面 离命的人 有没有笔兼结财 离命 木为笔兼结财 遇到困难 就必须要借用别人的力 力量 才能解决 这是教大家这一点很重要的 离命 啊 离命的人 所以 离命的人 只要木啊 你的木 你的木当然就是笔兼结财 那么 就是代表说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要借力了 要借别人的力量 这一点在教大家什么呢 在教笔兼的人呢 大致上 是要借力 才能成功的 如果你们的八字里面 笔兼很多 结财很多 通常都要靠人比较好 啊 要靠人家比较好 离命 离命 火为笔兼结财 离命 火 火 火是你的 我 第一步 我是五行书什么的 书木的 木有没有笔兼结财 第二步 我的八字书什么的 火 火有没有笔兼结财 所以离命 火为笔兼结财 不管 你默默努力 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多么努力 去存钱 努力的去存钱 到最终 总是会 无缘无故的流失 这个就是 离命 火为笔兼 笔兼结财 简称笔兼 他的钱财 总是会流失的 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必须要听一次 听两次 听三次 这样慢慢才会懂的 这个呢 土为笔兼 土为笔兼的 土为笔兼结财 当祸事 旧快发生的时候 你总是会 预先知道 有灵感 也很敏感 所以离命 土 这个 土是你的笔兼结财 就是说你是属土的 有事情要发生 他总是会知道的 特别敏感的 这方面 好像 这个人的八字 我们 不太喜欢 不太喜欢 这个是我们的年 这是我们的月 我们的年 我们的月 我们不太喜欢 年和月都看到结财 因为结财会消耗你的体力 那可能 这个人 就会变成很 active 崩崩跳 很active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有一个生气方 还有一个 副位 副位 如果你 如果你这个地方 就是你们的 这个大盘 你们的这个小盘 你们小盘的 左边是吗 左下角 左边下角那边 看到什么命 离命 前命 坤命 更命 训命 看到这些 那么你就一定要知道 那个方位是在哪里 比如说 训命 那就代表 你的 这个原神所住的地方 是在东南方 如果是离命呢 你的原神所住的地方 叫做南方 坎命呢 那就是北方 前命呢 西北方 更命是东北方 昆命是西南方 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 你们的原神是属于什么 正命呢 上面一个雨 下面一个城 正命呢 那属于是东方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比如说离命的人 就是富方 这富贵方 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原神 会回去住的地方 所以你的家里面 如果这个地方不好 你就麻烦了 这个好像有讲过 有吗 没有讲过吗 有啊 不知道有 所以原神 原神住在哪里的 原神住在这里 所以孩子很坏蛋啊 孩子很调皮啊 亚和南娇啊 甚至有多动症的 你把它放在 他的原神的地方 就是 复位 复位 这个地方 复位的地方 慢慢 慢慢 慢慢会调底 我的孩子太近了 太近了 哎呀 叫他出去也不出去 叫他什么也不咋 这样子 太近了 也不跟爸爸妈妈说话的 近到这个程度 很近很近的 你就要放在生气方 生气方 他的生气方 他的生气方在哪里 在东 你放在他 在东睡觉 如果有家里的生气方 你放在家里的生气方 不管跟他合不合 然后床头一定要朝向他自己的生气方 他不出 不出三天五天 他就跟你讲话了 所以啊 有这样的试验 这个是听说的 我没有看过 不懂是真的 还是假的 是不是在撒谎 我就不知道了 台湾有一个师傅 他的那个屋子 四四方方的屋子 他拿了白老鼠 两三只白老鼠 把那个白老鼠放在 他的家的生气方 然后又拿 就是总而言之 八个位置 他都放了三四只的 那个白老鼠 然后在那边也同样的 吃给他们的同样时间吃 喝就放在那边 最后发现生气方的 那个位置 那个老鼠 特别的活跃 而且特别快长大 那么五鬼的位置的呢 就打架 那老鼠跟老鼠 一直 啾啾啾啾 一直在那边打架 祸害的呢 就行动比较慢 绝命的呢 就一直要跑出去 一直要爬出去 天衣的呢 就 好像 照baby这样子的那种 在那边干出这样的 这是 还没有注册 就干这样的事 所以挺好的 他这样子的发明 是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没有什么人去 去 去 关心这个问题 但老鼠就白白养了 所以 我们古代呢 像我阿公呢 他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 白老鼠贵了 他拿植物 刚刚拿到一间 新屋 对不对 你们 脚头可以放一些植物 然后你看 哪一个植物 最大 那个位置是最好 然后哪个位置 哪个植物最大 那个位置一定是几方的 不可能是凶方的 那么这个的准确性 我觉得不高 最高的是什么呢 人家买了一块地 然后他化线 这块地就是他的了 你放 放那个 就知道了 草 是不是 全部的草 一样的嘛 但是这边的草呢 吸收的比较好 就比较多 比较快 比较快长 这样子 好 女孩子呢 又有另外一个讲法 女命先天祸害为羊目 离命祸害在东北 东北五行是属土的 凡事谨慎行事 总可逢凶化吉 女孩子的祸害 是属土 在东北是属土的 只要遇到这样子的 东北方女孩子 遇到睡在东北方的话 以你们的八字 要看情况 如果你要八字的土 也是很多的 那也是比较麻烦的 如果说你遇到了 女孩子的命啊 遇到了这个 睡在东北方 又是离命 因为祸害对你来说 是羊目 听清楚啊 女人 羊目 我是 女人 我的祸害 就在羊目 我的祸害的五行 就是木 阴阳就是羊 羊目 我是女人 就是羊目 我是离命 又是女人 我的 这个 东北方 是属土的 所以如果我 睡在东北方 因为我的先天墓的关系 就会 克制了我的 我的这个祸害 那么墓与土相克 它就有很多祸事了 所以祸害 为什么不能睡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呢 大家要去 那怎么办呢 如果不能搬 做事情 谨慎行事 就可逢凶化及 无论 OK 无论八字呢 对火 是否洗用 无论八字 对火 是否洗用 只要大运流年 出现火神 那就建议 不要在这个时候 结婚 如果是在这个时候 结婚呢 担心会有婚姻 不美的状况 或者是 不容易求到孩子 这个情况 所以 大家注意看 这个女孩子 教你们怎么看 她的大运 她94年的 这是94年的 一个属土的 那么她的大运流年 在走什么运呢 她说 如果线 线就是走 走火 火的运势 走火的运势 那么 还有一点呢 刚才说了 无论八字 对火 是否洗用 不管八字 是不是洗火 还是用火 不管 所以大家要记住 你们 这个 左下角那边呢 有写洗用啊 洗什么 洗什么 那个很重要 这个女孩子 七岁到十七岁 也就是 七岁到二十六岁 都是在走火运 比较浓的火运 好